明世在行感恩记上线啦 新年好礼订阅就抽 嗯那到底要怎么抽奖呢 那还不简单 我们一起说 丰富大奖周周抽 详细办法请借明世新闻官网或文字说明 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超强寒流来袭 从元旦开始 台湾就一直笼罩在10度以下的低温 今天晚上又有新一波的寒流来袭 各地最低温下探6度 很多民众冷到受不了 想说到底还要冷多久呢 因为算一算 10度以下低温已经长达10多天了 特别是才短短两天 全台高达126人暴毙 其中一向温暖的高雄 一天就有16人猝死 情况非常严重 稍后气象专家林家凯会说明 这波寒流威力有多强 还要冷多久 那民众要如何保暖 而中国的低温灾情更严重 北京上海这两天突然停电 无法供应暖气 加上疫情呢 情况雪上加霜 民众受冻呼救苦不堪言 中共总理李克强召开会议 要求各地保障民生用电 用气以及用煤 那绝不允许人为断供 但是有用吗 那中国要恢复进口澳洲煤炭吗 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 中国官媒说 这个用是最后的疯狂 还有丧心病狂来骂美国 还抢如果旁批有访台呢 那共机就会飞临台湾上空 要给配合的台湾当局 根本性的惩罚 胡锡进还叫嚣说 台湾政权末日倒数计时开始 等等这些疯狂的话语 但是看起来 这个北京比较疯狂啊 那有必要这样歇斯底里吗 讽刺的是 国民党变成小贡吗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克拉福特后天就要访台了 蓝伟竟然说是 OK 来推销煤炭吗 马恩就也说对台湾没帮助 那马政府时期 前联合国大使波顿来台 那又一一何在呢 现在川普总统还没卸任 就遭到追杀 媒体报道 川普一家笑看国会现场 还有人热舞事后证实是误传 众院议长裴洛西要提弹劾 甚至逼彭斯免职川普 众院议长有这样的权力 赶走总统吗 裴洛西还说 川普精神错乱 怕川普发动核弹攻击 要废除总统的核弹权 川普被媒体封杀 妖魔化 政敌也对他全面追杀 川普在最后十天该如何应对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政治评论员王洁明 大家好 再是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再是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河大家好 再是资认媒体员王时琪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那么稍后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 谭耀南会加入我们讨论 先来关心这入冬第三波的寒流报道 气象局预估低温下探6到9度 趁着寒流南下 天明山6点半开边前排队车潮已经长达一公里 再冷也要等下去 高山冰洞平地也冷嗖嗖 而且越晚越冷 木叶低温只有10度以下 周二到周三清晨是最冷的时候 西半部东北部低温下探6到9度 阉海空旷地区也只有4到5度 那今天受到寒流逐渐南下的影响之下 北台湾的气温是一路在下降的 在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 虽然还是白天有略微的回升 但是到了晚上也会越来越冷 这波寒流预计从今天一直影响到周三清晨 它是属于前期比较明显偏湿 而后期明显转干的形态 在气温跟水气的条件配合之下 从今天的傍晚一直到明天清晨 都是有机会出现降雪的 虽然强度没有上坡强 但干冷也带来明显的辐射冷却现象 气象局更针对 全台19线市发布低温特报 北部花莲是更冷的橙色灯号 周三周四气温回升 还有机会看到阳光 紧接着周六又有东北气风南下 那看起来目前周六 会有下一波的冷空气南下影响我们 目前强度的话可能接在大陆冷气团 甚至更强的强度 那不过它的强度更影响的时间点 还有需要再观察 两周内散破寒流 气温波动大 激起民众做好保暖 免得着凉了 今晚寒流再度来袭 入夜之后最低温会下滩六度 很多人在问到底还要冷多久呢 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气象主播林家凯 凯特来跟我们说明 那大概因为从元旦到现在 已经大概十多天了 观众朋友大概真的是受不了了 怎么会冷成这样子呢 对大家觉得很冷 已经冷很久了 那这一段时间寒流是一波一波下来了 我先讲一下说原本台湾的12个月里面 温度最低的就是在1月跟2月份 所以1月跟2月有比较频繁的寒流下来 事实上应该是正常的 前两年是比较不正常 前两年的寒流次数都可以算得出来的 寒流次数很少 前两年好像是暖冬 没那么冷 对 所以今年一下子冷下来的话 可能大家觉得说 哇 怎么这么冷 因为前两年太少寒流来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回归到正常的 那这一波下来的 冷量能有多久 这一波的寒流跟上一波来做比较的话 会比上一波来的弱一些些 那虽然弱 但是这一波跟上一波差别最大的 是这一波太干了 所以到时候呢 会是因为云量比较少 辐射冷却的影响 礼拜三我们看到 礼拜三清晨的低温只有6度 这个不是完全冷空气的影响 真正冷空气最强的大概是在礼拜二的清晨 那但是呢这个不是最低温 最低温发生在礼拜三的清晨 这个不是冷空气最强的时候 这个时候冷空气已经有稍微的减弱了 但是因为云量少 辐射冷却的影响 温度才有这么低 所以这一波大致上而言 就影响到礼拜三的清晨 你看礼拜三的白天 温度拉上去了 一方面因为云量减少 阳光就比较强 那另外一方面寒流也减弱了 所以温度整个大幅度的上去了 一直回升 那下一波什么时候下来呢 大概就礼拜六礼拜天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这一波的强度也是很接近到寒流 大概是冷气团 接近到寒流的这个强度 所以到时候温度还会不会再修正 还会不会修正到10度以下 这个都还要再观察 因为到后面还有好几天的 所以这至少这中间回暖 有好几天是比较暖 我们看礼拜三的白天 礼拜四礼拜五 这两天多将近到三天的时间 高温 北部的高温大概就20度以上 所以慢慢的会比较暖 可是礼拜一跟礼拜二这两天 还是最冷的时候吗 因为说下山6度 大家又走得比较 应该是礼拜一的晚上 到礼拜二的清晨 6度的话是礼拜三的清晨 大概6度7度 大家感受到的温度 事实上是差不多 差不多对 都一样冷 对都是冷 但是前半段是湿冷 感受到比较 没有那么好 但是后半段 明天白天开始就变干了 感觉上会比较舒服 那今天晚上一样是湿冷吗 对 那湿冷那会不会山区又下雪呢 会 要拉的比较高一点 上一波大概海拔800公尺以上就有下雪了 那这次的话可能要拉到1500以上 甚至2000以上 所以太平山还有机会啦 那到了中部的话 水气当然就比较没有像北部这么多 但是河湾山还是有机会再下 OK 那人家说这一波接一波到底 那北极又发生什么事情吗 正常的啦 正常 我们在北极那边的冷空气 这样一波一波下来 在冬天都是算是很正常的 那你比较少次数 次数比较少的话 反而是比较不正常的 就像前两年 就是算是比较暖冬的 是 那你说有人说要去山区追雪啦 追雪其实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危险度呢 追雪大家就是保暖嘛 保暖要做好 其实最主要就是交通工具啦 你不管你骑摩托车啦 或者是开车啦 你上去的话一般来讲路面都是结冰的 对 所以就是要挂雪垫才可以上去 不然的话你车子一定会打滑的 对 你打滑的话 你可能车子本来是停住了 它一直滑一直滑 你撞到别人了 对 或者是到山崖下面可能更危险 对所以追雪是有一定的危险度存在 当然因为这次说我们十几天都是低温 特别是中南部 因为中南部可能因为过去我们说比较温暖嘛 那结果这次高雄竟然有这个 二四小时一天之内有16人猝死 是不是高雄地区南部地区的民众可能想说 我这边都是很温暖的 那这次竟然会这么冷 一样南部还是我们整个台湾 这边比较起来温度比较高的啦 那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会适应到当地的气候 当地的温度 那就我们感觉上南部的温度是比较高 但是就南部平常的温度而言 这种温度已经算低了 所以就南部的人可能比较 不适应这种这个温度下降 温度比较低的状况 就发生了一些意外 会不会有些人是没办法去适应 可能想说都穿少少的 所以没有防备 甚至可能去运动 特别是这种可能十度以下的低温 去运动 那可能真的是心脏 倒不掉 也有可能是难 然后都受不了 那也有一种状况是 你早上起来 从被窝里面起来 被窝里面比较温暖 一起来以后 到外面的时候 温差 温差一下子降下去了 血管一收缩 本来血管就有一点不太通了 你血管一收缩的话 可能这个心血管疾病就出现了 是 ok 那大家都觉得能 那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为止的话 并不算能 这个月 一月份到现在 一共是11天 台北市 凉出来低于十度以下的温度 事实上只有三天 三天而已 对 七号 八号 九号 就是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这三天而已 大家觉得说很冷怎么量出来 低于十度以下只有三天 那是因为现在的自动观测站太多了 所以量到了以前 比较没有量到空旷地区的这种温度 所以寒流一来十度以下的低温 本来就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们主要都是以台北市的多位 台北市的话是以台北市公园路 这个地方所量出来的温度为代表 那像台北县的话呢 有新店 然后有板桥 在主要这两个地方 然后还有淡水 大概这三个地方 那现在自动雨量现在太多了 那可能很多空旷地方的低温 以前没有量到 现在量到 所以这个都还算是正常的 一下寒流来 真正低温只有三度 可是大家说民众的感受 那个体感温度可能就是 很关键 你说空旷地区或说下雨 感觉又更冷 风大又更冷 风大 但我们就说 其实这十几天 其实台湾还真的不是最低温 因为就历史来看 曾经在1962年的时候 那时候出现台北市 低温竟然只有1.2度 这是当时40年 但是这个已经是大概60年前了 60年前 可是那个时候应该是都会区里面的建筑物 应该就已经比较多了 我们讲的说所谓的热倒效应 因为都会区所产生的一些都市效应 在里面 因为水泥建筑物太多了 所以温度会往上升 台北市最低的温度是在民国前 1900年 在零下0.2度 所以那应该有下雪吧 不知道 那时候到底是干还是湿 我就没有去查那么多了 因为像我们看到 这60几年前 当时玉山是摄氏零下15度 那这次我们测得玉山最低温是14.4度 所以没有当年 当年是更低的 当年是更低的 那这一年 1962年 1962年 这一年的1月份 1月份的台北市的低温在10度以下 一共有几天你知道吗 1月份有31天 它有20天是在10度以下 那时候更冷了 对 就是1962年这一年 1月份 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1月27号的最低温 那1月份 这个月份 低于10度以下的就有20天了 那这个我刚刚提到了 今年到目前为止 11天只有3天而已 所以可以感受到 并不是说特别的冷 霸王寒流来袭 台湾在低温10多天 那也造成猝死意外频传 桃源就接获了 9起昏迷倒地的报案 其中6人不幸猝死 那新竹最年轻的死者 只有35岁 那高雄是特别严重 一天内有16人猝死 好几名救务员将男子抬上车 松衣途中又是CPR又是电击 不断的急救要保住他的命 到秦大参加篮球比赛 没想到却疑似因为天气太冷 倒地不起 在冷热交替的时候 早上去路跑或者晚上加班 都会发生一些 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意外事件 天气寒冷意外频传 新竹这一名43岁 装兴男子 周日到清大体育馆打球 身体不适 下场休息时 突然昏迷失去了呼吸心跳 幸好松衣强救后捡回一命 不过另外一名年仅35岁 喝醉酒的男子 就没有这么幸运 在火车站的厕所 被人发现时已经身亡 连同这一例 从8号到11号 短短4天 新竹地区疑似天冷 造成死亡的案例就有无起 寒流来袭 不止新竹 桃园也是意外频传 救护车一路狂喷 车上的救护员脸色凝重 这又是一起 长者昏迷的事故 从上周六至今 桃园消防局 已经接获了9起报案 患者皆是年约60到80岁的长者 其中有六人不治 气温奏降 日夜温差大 无论男女老幼 都更得注意身体的状况 保暖工作也不可轻忽 才能保薪互费 避免遗憾发生 好 这波寒流真的是非常厉害 台湾人大概是身体 短短的时间当中 是没有办法去适应的 所以有些人在低温当中 身体出现那些状况 所以从1月7号到9号 全台短短的48小时 就累计126人死亡 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 同时我们看到 9号到10号 粗估有44人是疑似低温猝死 那年纪最小是新竹35岁 那也有最年轻的是16岁 可能他本身有一些 这个病在身上 所以造成 再来就是高雄 一向都是很温暖的高雄 竟然短短的24小时 一天当中就有16人猝死 名誉怎么会这波 这个低温这么厉害 因为台湾已经变成 一个冻番薯了 那高雄24小时 有16人死亡 但台北跟彰化 也是15个人 但是这个根据统计 就是说以目前台湾猝死的 那个年龄来看的话 还是以80岁以上的长者居多 那你知道因为台湾 这个如果说温差很大的话 这个心血管 血管就会剧烈的收缩 所以心血管疾病 还有这个三高 以及这个年纪大的长者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比如说你先起来的时候 医生有说了 你要先加件外套 还有或者要先暖身 那出外的话 一定要这个围巾 跟这个帽子 都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好 那我们讲到是说 这个全台湾 因为很冷 所以就这个短短的 48小时之内 竟然这个126人 这个猝死的状况 而且你刚刚 我们新闻也看到 其实不只是老年人 甚至你看 还有35岁的 去上个厕所 就发现被人家 倒握在这个公共厕所里面 所以真的保暖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些 比较奇特的一些景象 你看这么冷就算了 我们看到这个 最近这个全台湾这两天 知名度最高的 这个拖鞋哥 有没有 在网路上引发一个热议 他不只很神勇 他骑这个U-bike 去上这个阳明山来追学 那大家更重注意的是 他这个脚 你看他完全没有穿袜子 就穿一个拖鞋 就这样子直接 这个其实U-bike 就奔上阳明山了 其实这是危险的 因为他没有保暖 对 后来这个记者 有独家找到他 那他就是说有坦诚 就是说一时冲动 就骑U-bike上去 当然有发生打滑的状况 可是他自己有讲到 他那个脚 后来路人看不下去 给他袜子穿 给他穿袜子 他赶快用袜子 号召脚 他下山之后 发现这个脚都没有知觉了 会冻伤 对 他甚至还提醒说 如果再严重 你可能会变截肢的一个状况 所以要提醒大家 那这个 知道我们真说 这个危险动作不可取之外 另外也有这个新闻 也被骂翻了 大家看到 我最近不是很夯吗 就是什么 在西门町寻找干爹 这个 后来你可以发现 怎么会 你看到这个是 新北消防四大队 这是一个新北消防四大队 为什么也突然出现了一个 这么冷的天气 然后有一个 这个女生穿短袖 的状况 然后他同样也举牌 叫做求找干爹 那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说不用有钱 帮我开窗就好 因为我家的热水器不通风 而且没有强制排气 那他最后还讲说 希望你是我的生命救星 这个宣传被骂到歪掉 原来被人家找到是说 原本是这个 新北市的消防局第四大队 他其实是要来做宣传的 他用最近很有名的 这个新闻 梗求找干爹 他是要呼吁大家说 内线气气很冷 所以你室内还是要维持通风 那如果说你洗澡的时候 你家里是没有开窗的 一定要开窗 不然你会因为氧化碳 会容易中毒 但是你要这样子的宣传 这样好吗 大家还会觉得说 这个是有点伤风败俗 而且这么冷 你还用这个国家的公务员 穿这么冷的短袖 在宣传这件事 所以让人家觉得观感不好 那被骂到翻掉之后 新北消防局就赶快把它下架了 这个宣传是美意 但是确实也是不可行 其实那都是一些特殊状况 但是我们要提醒民众就说 因为在低温当中 或许这个台湾人不是那么的 容易去适应这种低温环境 所以那种你说没有穿袜子 就这个骑脚踏车上阳明山 还包括即使你是开着车 然后就往山上跑 为了去追雪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雪地的情形 你可能车子要加雪链 甚至是四轮都要加 有些人只加前轮 所以导致在这个山上 有很多的车祸发生 所以就有说那是所谓的 海神撞山神的这种情况 没错 你看到就是说 最近不是很多人去阳明山 荷欢山 太平山去追雪 想要赏雪 但是呢 没想到这个山还没有宫顶 都还没有到 你就发现一堆的这个车子 各式各辆的车型 都直接打滑 然后直接掉到这个山沟里 或撞山壁的一个状况 你刚刚讲的是这个海神 海神就马萨拉蒂很有名的外号 叫海神 结果他也是这个打滑 然后就突然这个掉到山沟里 然后后面还被另外一辆百辆名车 就直接撞上去亲屁股 就最后还都要拜托德利卡来救他们 因为德利卡大家就牺牲他是山神 所以就说最后山神还要救海神 那海神还是抵不了山神去撞钩 那当然大家还是会有一个疑问 就说那为什么我的车子装雪链了 他还是会打滑 还是会去撞到山沟歪掉了 那专家就告诉大家 就说你虽然装了雪链 但是你要检查一下 是不是你的胎压太高 所以如果你就算装了雪链 你要上山去追雪的话 还是把这个轮胎卸一点气 增加他这个轮胎的抓地力 而且有时候你的驾驶技巧也要注意 你可能要低速速度不能太快 油门也不能裁太多 而且不能负载过重 除了台湾遭遇寒流侵袭 其实中国大陆更是 那从1月6号开始 中国各地就遭遇入冬以来最强的寒潮 包括北京 上海 陕西 山东 山西等等 这些省市都接连出现了停电事故 那山西的零分市甚至还出现 为了禁煤强拆民宅这个炉煤的现象 那还有疫情扩散的问题 所以中国人民现在是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 包括外国媒体也都报道了 让中国脸上无光 那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两天就召开一个会议 就要求各地务必要保障这个民生的 用气用电用煤 那绝不允许人为断供 确保人民安全的温暖过冬 那就要请教郑浩 上礼拜我们不是说这个华春莹才说 中国的电力是有保障的 那看起来根本没有保障 李克强现在是全中国最老实的人 大家可能还记得 六月的时候全国人大记者会结束 李克强说 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是一千块钱 他打脸谁 打脸习近平 习近平说要脱贫 结果六亿人只有一千块 结果七月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说要循环经济 经济起飞了 李克强去贵州巡视的时候 沿路很多闲置厂房 可以找很多农民工一起过来 他在打脸习近平说经济已经复苏了 对不对 结果最近其实我们是一直都在提醒中国 你的煤真的不够了 你的天然气真的不够了 你战兰外交是面子上的问题 可是你不要让中国人民挨动受苦 这我们都善心提醒 我们也没有要笑他们 可是问题是华春莹什么 打死不成了 华春莹还在说什么 是国外的媒体不了解状况 我们中国完全没有电不足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来 李克强就打脸华春莹 李克强是非常非常正式 在国务院的会议上特别说 有关部门必须全力组织煤炭 电力天然气 确保北方地区用暖能够保障 是不是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 你本来就是煤炭跟天然气 还有电力出现的问题 你现在才会出现 一大堆用电出现问题的状况吗 重点来 中国真的是一个掩耳盗铃的国家 你知道吗 这几天大家都觉得很冷 我们台湾冷得不得了 对不对 抱歉 北京1月6号大停电 1月7号上海大停电 那一天上海是零下负七度 你不要说是南方 南方也是零下负七度 而且它大停电还不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非常非常大 上海有比较偏远的地方 没有它停电的地方是 第一个洪口 徐惠 普通新区 就是等于是最市区那一块 最多人居住的地方 最先见那块 结果大停电 所以你看 明明北京跟上海都大停电 你知道吗 我刚上去看中国的国家电力公司 它竟然在1月10号 就昨天发一个新闻稿 内容叫什么 标题叫做 寒冬里电足暖液农 它可以言而道理到这样程度 电足暖液农 你现在看 电力根本不足 也不暖 不足 然后寒液强 电不足寒液强 他们一个国家 可以言而道理到这个程度 你李克强都公开说了 电不够了 然后你国家电力公司 还可以马上甩锅 说这叫做电足暖液农 那我问你 李克强这样子喊话有用吗 没有用了 为什么你看 李克强从6月7月 到现在讲的每句话 李克强真的是有点狗废火车的感觉 你很难想象 中国第二号的领导人物 国务院总理可以狗会火车 6月的时候说6亿人只收入1000块 对不对 结果10月的时候跟我讲说 中国全区脱贫 完全不管李克强讲过这些话 然后明明一堆厂房都倒 7月才讲 对不对 结果今年年底 中国国家统计局说什么 中国今年的GDP成长 世界最好的最大型经济体 中国第一名 然后呢 电 李克强就叫大家赶快面对 结果国家电力公司 直接跟你讲 没有啦 电阻暖艺农嘛 所以这些这些东西 中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畸形的体制 它畸形的体制导致 任何一个民怨都没有办法被听到 那意思说李克强说讲的话 底下人没有人鸟他是不是 没有人理他 他说这个不允许人为断工 那显然有人为在断工 李克强打脸了华春莹 可是同时也打脸了习近平嘛 对不对 所以一层压一层啊 李克强今天打脸华春莹 明天习近平就打脸李克强啊 李克强讲是说 绝不允许发生人为断电 对不对 那表示现在有人为断电 对不对 他讲完不允许的时候 国家电力公司马上就说 我没有啊 我电阻暖硬 是谁给国家电力公司这个胆子 去打脸国务院总理 没了嘛 他是中国第二号人物嘛 你唯有第一号人物的下令 这国家电力公司才有这个胆子啊 你过去国家电力公司 怎么敢去打脸国务院总理 你还记得吗 台湾之前也有817的大停电 那天大家印象很深刻 夏天下午停电 停电完我们经济部长就下台 停电完我们台电就换人 这就是民主国家跟装置国家 最大的差别嘛 民主国家面对问题公开透明 我们该谁负责就谁负责 接着呢 我们台湾有没有在停电过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真的啊 每年下来 大家皮绷很紧嘛 这种是压不住嘛 每年台电 不管怎样 你就把电伸出来 你就确保我们用电视充足 这就是民主国家 法制国家的差别 那现在中国停电停成这样子 2022年开年到现在停电三次了 没有人下台 没有人下台 然后呢 唯一一个狗飞火车叫李克强 可是拍子 他的老大叫做习近平 习近平知道李克强 你为什么狗飞火车 因为你在捅我习近平 你在塑造我习近平 在中国内部的权力的不稳定嘛 所以今天习近平很清楚 就狠狠的 又打脸李克强一次 你看李克强已经被打脸三次 从一开始六亿人 月收仅一千块钱 马上习近平年底就全部脱贫 然后呢 说经济完全不够 很多闲置场 习近平国家统计局 马上就说我们GDP成长 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好的 然后现在电不够 马上国家电机公司 电网公司马上就说 我们的电足暖意浓 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 你在中国狗飞火车有用 即便你向李克强抱歉 习近平说cover住就cover住 所以现在中国的官场出现 这样的荒谬的一个情况 中国的第二号人物讲话 竟然没有人理他 明明就说不允许人为动工 显然就发生了 而且还要确保用电的 结果根本没有确保 我们看到现在全国各地 到底发生多少停电的惨况 包括北京跟上海 这两天通通都是停电的 包括还有上礼拜的 山东师范大学 我们讲过的 学生只能丙足夜读 再来河北的小果庄 现在深受疫情的 扩散的影响 他们现在有包括5000的人 必须去隔离 结果隔离上车之后 到哪里也不知道 又被堵在公路口到深夜 然后住的地方也没有电 只能住在学校里面 然后不少床铺 还没有棉被跟枕头 简明哥 所以现在他们的停电状况 有多惨呢 对 现在停电状况 已经不是之前我们讲的 什么浙江 什么深圳 什么广州 什么湖南 没有 基本上已经是从北京 一直停电到上海 直接停到南方 整个中国在前几天 连四川这种水利发电 都很足的地方 给你直接停电 所以中国的状况 你家说的叫睁眼说瞎话 不是 那是讲的是华春怡 现在叫做 关灯说假话 这灯已经关掉了 已经没停电了 全城都没电的时候 还说对不起 我们电 我们这个充电很足 我们暖气很够 特别这个小果庄村 真的很可怜 因为这次河北的灾情 到目前为止 已经做了1400万人的一个检测 指的是石家庄市 那么查出来总共 大概360个人以上感染了 但其中一个就是小果庄村 那么小果庄已经被研判了 就是这一次在石家庄里面 可能造成疫情传染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口 那因为有一位61岁的这位装姓的这位女士 她跑去吃鸭这个参加婚宴 结果参加婚宴完之后 然后她觉得身体不舒服 有点皮肤发冷 然后这个口干舌道 有点这个感冒状况 一撤 哎呦我的妈呀 她是这个武汉病毒的感染者 所以呢 基本上那一次参加这个宴会 最后变成是一个病的一个突发体 好就整个就扩散 所以呢 他们不去讲他们宣导的问题如何 他们就干脆一件事情 二一不做二不休嘛 小果庄村全部这个全部隔离 哎隔离不就在居家隔离不够 我还要一车车的暗夜 就说哎敲门 走走走隔离了隔离了 那这些这些住户想说隔离啊 那应该是准备的就是 呃宾馆啊对不对 酒店啊 只有棉被有暖气的地方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 好啊就带一个宝贝 然后随便拿个行李就走了 是不是没有 几乎什么东西都没带 没有告知 没有预寒 完全没有告知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检疫的时候 你带个检疫的东西上车 好了那当然一开始确实 有一开始饭店还够 但是你知道这么多人隔离 当然不够啊 所以他们就是 不知道该带他们去哪里的时候 就四辆八车 就载着一些人 就看到这高速公路 再找这个可以去的地方 结果你知道吗 最近因为对北京的部分 这个交通全部都阻塞啊 对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只能停在马路上 一停是一个晚上耶 而且好了一个晚上 你把门关起来 大家稍微暖一暖可以 不是你知道这个司机怎么说 对不起 根据上面的解释 因为你们可能是有疫情感染 所以呢 窗户跟车门要打开 零下负19度 这什么滋味 我们知道在车上已经很冷了 再把窗户打开 迎着风进来 这些人又十个小时 除了上车之外 不准你离开 好了 好不容易扒这十个小时 说那你该把我送去 比较安稳的地方 一去傻眼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去了这个 急所中学 然后中学的画面就是上下部 往这边有嘛 就上下部那个样子嘛 那上下部呢 也没有给你棉被啊 那甚至有些就是薄薄棉被 然后重点是什么 不准使用任何的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通讯器材 也没有什么办法去搭互救 对不能通讯 然后周围 那不小心有人偷偷用了手机说 有人可以救救我们 他也没有知道 因为你知道嘛 比如说我今天住小果 小果庄村 那可能我爷爷奶奶爸妈妈住附近 那我可以说你请你赶快拿棉被过来 可是问题是不是这样啊 是整个小果庄村全部隔离 你根本没有爷爷奶奶哥哥哥兄弟姐妹可以叫 因为大家都一样啊 这是中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直接在比冰箱温度更低 基本上 我这样讲 负19度是什么 我们家有冷 我们家都有冰箱嘛 一个是 一个4度 那叫冷藏 一个叫冷冻 冷冻就是负20度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在冷冻库里面待 待一个晚上 然后你身上并没有足够的棉被 你觉得日子怎么过 好 接下来当然第一个就是小孩子嘛 小孩子就被冻到哭啊 可是爸妈也没有办法 只能抱紧紧啊 但问题来了 在这疫情隔离之下 人员之间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耶 哇 我觉得这是比产更惨的事情 所以我这样讲 李克讲这句话 我觉得有意义 因为外界 第一时间 以为是能源供应问题 那是什么节能减排 什么要跟这个节能减排 要跟这个国际接轨 但是呢 接下来产生的事情 在山西直接抢一下煤炭 中国能源是不是出了问题 中国敢讲真话吗 当然不敢讲真话 可是呢 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是呢 中国的电网震造 受到大规模的迫害 是谁迫害 不知道 是不是这些反习的人 他们在各个电厂里面 动了手脚 使得电需的这个传输能力呢 出了问题 你觉得这些 这些我们中国的这些 所谓的宫电的这些公司 他们的这些公家机关 敢说真话吗 好 那如果不是第二项 那就第三项 就是需求大幅增加 可是事实上 李克讲点的问题 恐怕是外界担心的第四项 什么事 有人说 这是不是一种所谓 灾难前的一个发生 让大家先体会一下 没有电 所以故意把这电门关起来 我不敢确定 这是不是真的 但李克强整句话 李克强是什么人 他是国务院 他手上有多少煤炭 他应该知道吧 手上有多少电力 他应该知道吧 手上有多少天然气库存 他应该知道吧 那我们上次那边讲的时候 我们这边说的事情是 他的天然气虽然需求是大于 这个供给大于 需求大于供给 可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天然气的库存 你怎么可能天然气库存 你会不够 我们刚才讲煤矿 虽然煤矿他没有从澳洲进来 他们中国自己还是有一定的煤矿的储存 为什么这两个都失效 李克强的数字跟地方数字 为什么有落差 这我们今天到底藏了多少的猫力 这件事情他是大家才要去查的真相 好 再来关心台美关系大进展 美国国务院宣布 取消对台湾所有施加的内部自我限制 多数的美国参众议员 对这个决定表达肯定 美国国务卿同佩奥宣布取消 对台自我施加的限制 对此复发感谢美国国务院的决定 更强调此声明充分反映了 台美坚实的伙伴关系 而美国多数参众议员都肯定此举 国会连线共同主席迪马里大赞 是强化台美关系的重要历程 向来和台湾友好的参议员史考特 在推特发文表示这是好消息 美国需继续强化台美关系 因为台湾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侵略的伟大盟友 另一位众议员金应玉也赞扬 取消对台限制的决定 认为此举显示强烈讯号 美国将根据自身主张处理外交事务 不再受中国干预 不少人看好台美发展 但也有人质疑蓬佩奥挑在拜登上任前 不到10天丢出震撼弹 反而会激入中国 国务院助亲史达卫在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 强调这并非仓促的决定 是美方长期评估双方关系后所做的结果 同时也呼吁拜登政府应对中更加强硬 延续有关台湾的新政策 台美关系实质升温 但立委也呼吁外交政策要一步一脚印 踏实走好美步路 才让台湾在国际地位越来越稳固 好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剩下最后的任期 大约大概10天左右 没想到在最后的期限当中 美国依然给台湾送暖 就是国务院宣布取消过去的美台交往限制 那国务卿蓬佩奥就说 台湾蓬佩的民主政体 是美国的可信赖的伙伴 所以取消所有自我施加的限制 有关台湾关系的所有联系准则 都视为无效 天桥名誉 这个部分我们看 以前原来国务院就有这样的一种限制 这个是不是不成文的规定 甚至是没有公开的 是一个秘密吗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吗 确实 那个美国国务院 他有一个对台关系手册 那包括就对他们的国务院 财政部甚至司法官员 都有这个多如牛毛的一些限制 你都没有办法想象 那大家细数几个 包括就是说军人来台湾 你不能穿军服 那所以被拍到 我们这几次有被拍到 就是大家觉得很罕见 怎么会变台面上 那另外还有就是 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 还有他们的官网 都不能挂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甚至也从欧巴马时代 还禁止美国的官员 来参与双向元的国庆酒会 那大家甚至印象所及 我就是说这个 包括我们最早之前 李前总统 那这个过境美国 你只能在夏威夷的军用机场 待在贵宾室里面 后来就是都不能正式的访问 你变成我们的这个元首 你过境美国 你都只能用过境 那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一些很不合理的这个对待 那甚至大家印象所及 就是2015年 这个蔡总统 当时是这个民进党的 总统的这个参选人 你明明就走进了这个国务院 但是你也不能承认 他被媒体问到 他也不想 这个也不能说谎嘛 他是说 对我真的走进去了 可是大家觉得不合理嘛 这个应该是双方往来 要有一个这个正式 这个交流对待 怎么会好像我们的元首过境 变得要很委屈 感觉是矮一接 现在开始 就是这个蓬佩奥就宣布 取消这些美台交流的限制 那包括以后 我们的驻美代表 都可以也可以进去 国务院来进行下工 这些都可以台面上的 这才是两国正常化的一个交往 你包括AIT的官员 都可以大大方方走进总统府了 那为什么我们的官员 不能走到他们的AI 不能走到这个 这个国务院的办公室 所以现在这个才是一个正常化 那蓬佩奥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在宣布的时候 他也坦承了 就是说取消这个台美交流的限制 当然就是说以前的这些限制 都是因为要安抚中国 想要安抚中国 那现在当然就没有这个的必要性了 那但是这个事件 大家唯一关注的是说 有没有好奇 现在中国的外交部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发生 大家还记得吗 包括像这个克拉夫特女士 驻联合国代表来台湾 马上要来台湾访问了 中国的外交部马上跳起来 就开始劈头大骂 这一次反而中国外交部 是非常的劲悄悄很罕见 当然啦 这是他们的官媒 像新华社环石 就开始用一贯的口吻 用心歹毒 如果说一心要一力孤行的话 台湾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环球时报还嗆声 说你蓬佩奥如果胆敢正式的访台 他访台的第一天 就是这个什么军机 就要开始绕在台湾的上空 那其实这些话 中国外界有解读啦 就说现在是官媒在帮忙战虾 但他们认为说 现在中国官方还是维持静悄悄 应该是要寄望 就是寄望不要给拜登太大的压力 希望拜登上台之后 还可以恢复一中政策 对也许现在中国是在静观其变啦 但是外界就关注台美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走向正常化 我们要请教这个两岸政策交流协会 这个理事长谭耀南 这谭理事长怎么看 这个部分我们就说 蓬佩奥在最后十天 做这样的一个宣布 那恐怕对于拜登政府 到底有没有他的约束力 或者说是给一个起示范作用吗 他的这样的一个宣示 到底照拜登政府之后 是不是会演用呢 好 我想这个 所谓这个台美交往 国务院的台美交往限制 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的 一个内部的文件 这个文件当初是在70年代的末期 国务院的第一阶的官员 写出来是在美中建交的时候 他自己约束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 换句话说当初这个文件 当然后来又有修改 而且修改的只有越来越严 并不是基于中方的要求 两边也没有协商过 就是所谓的美方 当时在跟中国建交之后 一个自我约束的文件 越修越严 所以现在整个格局改变之后 台湾旅行法 那么这个台湾保证法 等等一连串的 已经法律未接 改变了这个关系之后 其实这个文件 早就已经有检讨的必要 所以实际上你看 过去我们说台湾的官员 大家去过华府 不管是住过还是访问过 都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的官员 不管是台湾过去访问的官员 或者是这个作为代表 其实都非常可怜 你不能够到国务院 不能够到正式的 这个美国的官方进去 必须要到第三地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因为 国务院的官员或美国 包括五角大厦的官员 他受到这个约束 那么但是最近 其实实质上已经有突破 你看最近萧美清大使 之前跟这个史达伟 国务助亲 他也是公开的 这个国务院的公开的 这个官网上公布的 也是正式在国务院见面 所以实际上 这些文件 内部的文件 当初美国自我歇数 自我设限的文件 早就已经不合时宜 所以现在取消 也只是刚刚好而已 那当然 那也是川普政府之后开始 没有错 美台之间的交往 是逐步的正常化 所以中江你就刚刚问说 那将来会不会延续的问题 对 第一个 内部的文件 本来就会持续 你现在取消之后 如果将来再重新放上去的话 反而会被认为说 这个对台湾的交往 会对这个美台关系 有多一步的限制 一旦取消之后 文件取消之后 再放回去的几率就不大 那更有一个就是说 其实现在 比如说以国务院的 东亚事务局来讲 大概有上百人的官员 那么中高层的官员 比如说政治任命的 也非常多 就副助理国务卿 在东亚事务局 这个层级的人也非常多 他们在1月20号之后 其实是进入看守 因为政治任命要等到 参议院的听证会 大概要4月5月6月甚至更久 那这段时间怎么办呢 其实有人会辞职 有人愿意留下来的 就会进入代理的状态 但是代理的状态 其实坦白讲 因为这几年的美中关系 已经有高度的共识 不管是政治上朝野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高度共识 在行政官员 技术官僚 其实共识度也很高 换句话说 现在以国务院 东亚事务局的这些 中高层官员 他去留任 以代理的方式的 几率是很高的 好 那如果你要代理 请问你要做 这些限制的取消 是要在川普任内的 最后几天做 还是要在拜登 上台之后 你以代理的方式来做 当然是以前责 当然是现在做 换句话说 有人说 在政治上面 在上层政治上面 其实这个是对 未来的拜登政府 形成牵制 可是同时外交的 外交政策的技术官僚 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情 其实不只是牵制而已 某一种程度 也在帮助 接下来的政府 因为我现在先做了 我现在该做的事情 我先把它做完 所以有人说 压力就让川普去担了 那拜登就顺水推舟 不接受 因为其实有共识 可是有共识 反正你1月20号 已经做 已经一步一步 往前推进了 所以我才说 现在取消这个来往限制 我想只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说未来加盐的可能性 是不高的 是 那老共的反应 是可以预料 可是 大家刚刚也说了 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反应 也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老共对于拜登上台 是有所期待的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老共说 你川普只剩下最后几天了 你不管怎么样 也只是嘴巴讲讲而已 他不会要求说 拜登时期你上来 要把那个限制再加回来 我想这一点可能性 就非常非常低了 就是说要谈判的事情太多了 要做的事情也太多了 现在两边都在盘点 都在静观其变的状态之中 你说为了这个事情 或者是那个事情 这一两个事情 所以现在就是造成既定 事实的这个格局 我想很容易 很难会去被翻转 当然你军机老台继续做 老共嘴巴上继续讲 可是实质上 有什么进一步的变化 我看也不至于 好那我最后讲到说 台湾这个事情 不管是在野党 还是执政党 不管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 应该都是欢迎的 应该乐观其全 这些事情怎么会说 哎呀你这个没有用 这个要谈花一现 要实质上 然后这个驻联合国大使 来台湾还说人家 要来卖煤炭 我想讲这些话的人 都是不适合 都是不适宜的 国家的利益摆在前面 这些事情 坦白讲 你就算是国民党执政 你应该也是会欢迎 所以我想 对于国家的利益的 这些事情 我想应该不分党派 对国内的政治工坊 去讲这个事情 其实是笑调大言 OK好 所以台北关系 在即使川普卸任之后 是不是进入一个 全新的时期 完全的是 几乎是国家 对国家 对等一个状态在进行 所以现在外界也在关注 中国的反应 到底会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他们的官媒 可以说是几乎是疯狂的 我们包括新华社 就说了 蓬佩奥等反华政客 已经四面楚歌 通过最后的疯狂 要捞取翻版的筹码 他们将为台湾牌 打到没有下限 齐心歹毒 美方必为此 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晓得中国能让 美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再来 环球时报 讲得更狠 就说 蓬佩奥丧心病狂之举 北京要迎头痛击 如果台湾跟着疯狂 美国政府最后几天 恐怕成为民进党政权 存在的最后几天 到时解放军战机 飞临台湾上空 恐怕会触发战争 讲得非常的厉害 来实习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中国批美国是最后疯狂 但看起来疯狂的是中国 你看中国疯狂的程度 就知道说这件事情 到底有多重要 对台湾来说 是有一个多大的进步 其实过去 我们长期以来有几个官员 好像有六个官员 你不可以到华府的嘛 就是你是被限制住的 我记得我们 每一次的总统在出访的时候 大家媒体最喜欢测量的就是 那这一次有没有到东岸 这次是只有在西岸 还是在 有没有到美国本土 那到了纽约耶 哇 那跟DC很近了 就是用距离来判断说 台美之间的那个温度 到底升温到几度 那所以如果能够解除这些限制 如果我们的这一些 那六个官员可以 直接踏上华府的话 他只要进入华府 你就算没有去国会 就算没有去白宫 就算没有去等等 这些重要的机构里面 其实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 等了数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成就 包括了之前的外交部长 他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是外交部长的陈建仁 他也说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解套 但他讲比较中性的第二句话是说 所以未来要观察 我们可以落实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 我觉得对 他讲的一百分之一百正确 就当然台美之间 本来有一顶帽子盖在那个地方 现在把这个帽子给打开了 无论如何都是台湾跟美国关系的 实质上面的这个往前进了一大步 就没有帽子了 那所以未来会不会 拜登再把帽子带回去 我判断是不太不太可能 你拆掉 你把帽子拿掉 有没有压力 有压力 可是你再重新带回帽子 那个压力会更大 美国不至于自负手脚吧 对不对 拜登会面临到前所未有压力 你从国会 然后国际上面对你的态度 然后等等 我认为他要再带回帽子的可能性 其实是极低的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国际关系其实就是台湾的 整体的对外关系 也就是说 当你在内部想要做政党竞争的时候 我觉得都OK 可是如果是面对到国际上面的关系的话 台湾就会被视为一个整体 人家不会单独的抽出来看说 你是国民党所以我要对你比较好 你是民进党所以我要对你比较坏 也就是说当美国解除了这些限制 受贿的不会是只有民进党 未来不管是谁执政 哪一个政党执政 其实都会受贿于这样子的 打开帽子这样子的政策 所以当国民党的这些 冷言冷语 然后好怕激怒中共 没笑了没笑了 这个没什么效果 然后克拉夫特你是来卖煤炭 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南刚刚讲的太 太有礼貌了 就是说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重要的官员来到台湾 美国就算川普要卸任了 但是他仍然打开了这顶帽子 对台湾的实质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情 获利的会是民进党 会是国民党 会是每一个政党 会是每一个台湾人民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么恶毒 这么难听 这么无礼 粗鲁的态度 去面对一个即将 即将要来台湾访问的一个重要的官员 他后天就要来 那我觉得真是 真是非常荒唐 那要不要国民党就直接摆明了说 对我国民党全面反美 打算跟美国开战 你的态度其实就是这样啊 说人家恶客 说人家来卖煤炭 说你们来都是只是为了要刺激中共 如果你用这么短浅的眼光的话 那你就去环球时报工作嘛 你就去新华社工作啊 你就是人家的小俗辣 你就是人家的小秘书啊 你就不配当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更何况我觉得最没有资格讲话的 叫做马英九 马英九你当年不是也见了波顿吗 不是还被人家翻出来了吗 当初总统府的 到现在你还找得到哦 总统府的新闻稿里面还有照片哦 最后面还说 苏起也在场哦 喜滋滋的跟人家波顿见面哦 然后称赞的一塌糊涂 哦 波顿呢 长期有我 而且大力支持协助我 包括希望参与联合国的相关活动 那个时候波顿都卸任了 你还在那边喜滋滋 而人家现任的要来说 没用啦 卖煤炭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也就是说我觉得 国民党有一种心态 就是我做不到 所以你也不可以做到 你如果做到了 我就一定要把你骂到死为止 我觉得有一种吃醋的 吃醋的那种酸 酸言酸语的心态 但是要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高的 他说不要再喝醋了 不要再喝柠檬汁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国家整体的利益 不要因为你自己没做到 你就觉得人家做不到 而人家做到了之后 你就要硬拉扯 把人家拉回到跟你一样的位置 哈哈 你也做不到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幼稚可笑 所以这个台美关系大幅的提升 几乎是国家对国交 对台湾不管是执任党 或是在业党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看到 那国民党还要跟着共产党后面 在那边摇旗呐喊吗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就狂妄叫嚣 说台湾政权末日倒数计时 那中国的小粉红也非常激动 就是说打烂台湾 打沉台湾 也不能够让外国驻军 或是台湾独立 甚至他们现在好像 也真的是进入疯狂 他们的智库就要说 川普现任前也有可能访台 或是派军机停靠台湾 是最后激怒北京的方法 国东哥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 中国是全面的疯狂 是不是已经意识到整个的形势 已经是往台湾跟美国之边来倾斜 马英九跟国民党的那种反应 就叫做膝盖式的反应 一碰到台湾的主要问题 马上就做出这种回应出来 跟中国一样 这次如果中国不做出这种激烈反应 你还真的很奇怪 中国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这种反应 如果你把他真的当成一回事的话 那是自己自找痛苦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支持川普 还是反对川普 我们不可否认 川普的政府四年来对台湾 确实是非常有效 而且在最后虽然政权要交易了 这十几天 突然下这道命令出来的话 你要知道这个阻力有多大 这个决定是很不容易 如果说他想这个简直很简单的话 他这四年来随时都可以宣布的 而且他实质上已经有派人过来了 他为什么一直到这样 确实阻力很大很强 在国会引起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所以我跟观众讲 对我们经过经历过台美断交 这个1979年到现在的这一代来讲 这是很大的一步 这个起步很重要 当然后续当然有待观察 拜登政府会不会接细下去 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观众你真的 还有台湾心的话 你一定会回想起1994年 1994年跟1995年两度 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 一次是过境美国 要到参加哥斯大里加的总统就职 一次是到他的母校 看来去演讲 这两次对台湾人来讲是非常 激情感 怎么说 美国是从总统专机在夏威夷金融机场 停机坪加油 来宾所有机商人只能在金融机场 贵宾室休息 李登辉总统就不下去 而且还穿睡衣 穿拖鞋 接见AIT的理事主席白热奇 白热奇上去请他 他不愿意啊 既然如果我被你要求这样 那我在我的专机上 这个专机就是我们台湾的国土嘛 所以没有下去 那是大家在看说 李登辉确实那次是生气了 真的很愤怒 也是台湾第一个 总统能够对美国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 然后第二点 他还回去演讲 那是美国国会要求克里顿总统同意 结果也是被设限了很多很多 这个对每个台湾人来讲说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为什么连一个总统要到你美国都受到这样 连总统要过境你都不能用正常的关系来对待吗 所以这就是解除这个外交的这一个仪式 对台湾人来讲这是很大的很突破 这个突破对我们的信心 当然会更增加的信心嘛 然后你要想想看 如果这段时间里面有任何的事故 美国会什么态度呢 如果中国真的敢有任何动作的话 会发生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讲穿了 这个就是有点机身弹诞生机 如果四十几年前台美断交 中国跟美国一建交的时候 美国这边没有定出一个外交关系的准则出来 要求他们的官员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那杯也没有强势压力 要美国一中原则 然后对台湾 也许没有后来的两国论出来 我们现在讲 两国论就从那时候开始整个运作出来的 其实美国在心里面 整来就支持一中一台 最早那时候推出联合国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要求说你们台湾 你们赶快加进来 一中一台 你现在搞到最后两国论出来的时候 让台湾人民还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所以有时候你想想历史的调诡 就这样循环这样循环 当年如果没有这样长加压力的话 两国论就不会马上抛出来 今天搞到今天为止 当然大家在看 后面这个政权转交的话 会不会拜登政府继续这样子 我倒是另外一个观察 不再抱着拜登 因为像全世界各国都以美国马首之灾 也是一样限制我们 很多政府官营不能怎么样 那美国放开这个限制之后 其他国家是不是会比较 人家美国国务院都这样下命令 我们为什么还对台湾 而且台湾在疫情这段时间 对这世界各国伸出多大的援手 大家都这样支持 那为什么这时候美国人家已经解除了 各国为什么还不跟着解除了 所以这我们要观察是这个 如果各国后期都已经解除的话 那你拜登政府怎么办 你会真的说我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不可能吧 所以台湾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受到美国的重视 同时也这个取消这样 过去的那种自我限制的这种 所谓的外交的潜规则 所以现在全世界是不是也会比照 会跟进是后续外界观察的重点 同时也要关注国内的国民党 难道要变成小共吗 要变成共产党的跟班吗 当这个美国取消 台美的交往限制之后 国民党怎么说呢 国民党似乎都是在冷言冷语 冷嘲热讽 包括这克拉福特 后天13号就要访问台湾了 那马英九怎么说呢 就说对台湾实际帮助不大 甚至会引发误会 对台湾没有好处 那外界当然就说 那当年你马政府 马总统的时候 2009年的时候 波顿也是来台湾访问 而且他还是前联合国大使 那现在克拉福特是现任的 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那两相比较 那马英九又被比下去 我们看到江启臣怎么说 江下台的这个政府派高层到台湾 很奇怪 能乐观看待吗 怎么会奇怪呢 有什么好奇怪呢 再来他们的这个蓝尾 吴思怀就说 政府被玩弄鼓掌之间 拿台湾刺激中国没有好处 那这马文君说 克拉福特是煤炭业的老板娘 台湾要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吗 还有费洪太说 这个克拉福特来 不是好客 是恶客 意思是东西 奥客就是了 来正好 国民党这样的这种做法 那摆明的就是要当 共产党跟班了 我觉得国民党 可能至今没有搞清楚 就是为什么这段期间 国民党推了很多议题 那些议题 明明有民意支持度 可是这些民意支持度 都没有转换成 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 很简单 国民党每次遇到选择的时候 常常都把台湾利益 放在政党利益 甚至是中国利益的后面 很简单 你一个政党的形象是什么 如果你永远把台湾利益 放在政党利益 甚至是中国利益之前的话 那你在处理 其他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相信 你在为台湾人民来做着想 和你每次关键时刻 政党利益大于台湾利益 中国利益大于台湾利益 甚至你的用词用语跟态度 都跟中国的官媒一模一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相信 你在民生议题 会站在台湾人民这边 这件事才是最大的问题 国民党很多代表 什么发言人 每次出来讲 为什么他们一直讲 美术美术美术 讲那么久了 美术七成人不吃 怎么跟国民党支持度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那么简单的问题 马英九跟吴斯槐 他们讲什么 因为柯拉福特来台湾 会刺激中国 台湾跟美国做什么事 不会刺激中国 军事合作会不会刺激中国 商业合作会不会刺激中国 科技合作会不会刺激中国 我们跟美国做每个事情 都会刺激中国 可是我们只是要问 我们去讨好中国 我们去舔中国有什么好处 结果就是我们被并吞而已 结果我们就是变成中国一个省 结果就是有一天台湾 没有煤炭烧煤的时候 中国还会跟你讲说 煤炭充足 天气供暖无余 这个东西 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生活体制 这是台湾最核心的利益 已经超越种族 我们知道我们同文同种 跟我们不能接受那样的政治体制 那样的专制制度 那你每一次用词 都跟中国一模一样 你就是舔中政客 你就是把你个人利益 政党利益 中国利益 放在台湾利益之前 马文君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在讲什么 他在指控一个 现任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来台湾在推销煤炭 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他到底有没有概念 他到底知不知道 他指控的是谁 他不是指控一个普通人 即便他就是一个单纯的普通人 单纯的煤业的大亨 他来台湾 你都不可以直接指责他说 你是嫌美国政府之命来 要台湾吞下这些煤炭 更遑论他是据官方身份 他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没卸任 你马文君还是军事国防外交委员会的 你到底搞不搞得清楚 你知不知道 你到底在对谁 做多严重的指控 而且多无理的指控 国民党这群人 有的是明明知道 然后在装笨 马英九绝对知道 他自己接见破证的时候 一个已经卸任的驻联合国大 他开心的 好像祖宗十八大友积德一样 发新闻稿发照片 然后在媒体拍 说我们台美关系大跃进 现在现任来 讲了一副这样 好像会刺激中国一样 你接见卸任的 难道都不会刺激中国 也会吗 马英九是内行装外行 马文君自此之中 就是个大外行 然后你大外行 你就少讲些话 你去经营你的地方 我没意见 你又不要讲这种 一笑大方的话 再来大家都在讨论 庞贝奥取消了 国务院对台所有自我限制 那这个取消 未来拜登到底 会不会继续穿归拜随 对不对 有两个地方 可以值得大家参考 第一个国务院的用词是 过去美国单方面采取的行动 就讲这些限制 是为了安抚北京政府 他安抚用词叫Apeace 就是类似那种男朋友 熊女朋友 或是大人 熊小孩 那个安抚北京政府 那未来将不复存在 那意思中国是无理的 那些要求 第一个中国是无理的 第二个 我们美国不会再安抚 你中国政府 第三个 你拜登如果要恢复 这些限制的话 你意思你在干嘛 在安抚北京政府 对于拜登来说 这叫紧箍咒 你如果回过头 还剩下这些限制的话 这个Apeace这个词 就会被大家抓出来 你到底是不是又要Apeace 这个北京的政府 这一次你对拜登来说 对拜登来说 是个沉重的政治压力 我不敢说他一定不会 可是我要讲 他如果做的话 他会受到很沉重的政治压力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你看最近美国通过 非常多的友台法案 全部在参中两院 都是民主党 跟共和党的高度共识 换句话说 拉拢台湾去牵制中国 在美国是 不分党派的高度共识 这边也可以让国民党参考一下 民主党跟共和党 虽然是政敌 虽然民主党很想 把川普拉下台 可是当你面对到 美国利益的时候 民主党跟共和党 是高度共识的 民主党不会一直去 拉共和党的透腿 民主党的人不会说 你共和党或川普 或你蓬佩奥做这些事 会刺激中国 会激怒中国 民主党绝对不会说这种事 因为他们把国家 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 也因为这样子 后来选民是愿意 接受民主党的 所以重点来了 我们现在看到 所有有台法案 军售法案 甚至台北的外交法案 甚至庞贝奥今天的法案 有没有民主党的记者会 出来开记者会 说你庞贝奥在刺激中国 没有 都是高度共识 所以当民主党跟共和党 都对于拉拢台湾 去牵制中国这样的战略行为 有高度共识的时候 拜登上台后要改变 不容易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当然有没有 万一也是有 搞不好他真的太多影片 照片 什么秘密在中国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说 以现在局势来看的话 真的很多东西 就是那个我们谈的 大框架一层 大结构一层 大架构 大气氛一层层 你拜登要凭一人之力 去扭转这些 坦白说我觉得有点困难 今天请教于将军 就这个台美关系 可以说真的是大要劲 我们说这个美国 其实不管是共和民主两党 都是以把国家利益 放在最高 那台湾这边呢 有办法吗 现在明明是关系的要劲 但是蓝颖还要用那种 这个冷嘲热讽的方式 来这个看待 这样的一个关系吗 我常常想 把这个时间点 拉回1979年 就是中国跟美国建交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人 最神奇的一点 那时候在街上 这个轰击美国政府软弱 这个建立卖友 这些的 那时候就想说 美国为了要经济 为了要防堵苏联 牺牲了台湾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骂说 美国这个人不顾道义 没有朋友 然后胆小 这个是胆小鬼 很多人还在路上压花生 我以前小时候都看过这些事情 那大家想到 现在 2021年了 美国大胆啊 美国大胆啊 把他那一些以前 自我设限的那些束缚 全部都解除掉 那解除掉之后 反而变我们小胆啊 哎呀我们盪来 不要来 不要来 这样子对岸生气怎么办 我觉得 那当时1979年 你就不怕对岸生气吗 当时1979年 你就不怕中国大陆打你吗 当时1979 你就不怕解放军 在解放台湾吗 那当时的气魄到哪里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此一时彼此 变得不是我们 是你们 国民党这些人 你真的变 你不要去害怕大陆 今天你对大陆是好 你不要期盼 敌人的人识 让你维护和平 对 你一定要期盼 自己够强大 你要把你的未来 不是放在中国大陆 你的未来是放在全球 你要为了交一个中国大陆 这位你说 好了邻居也好 亲戚也好 朋友也好 可是这是个恶灵 这是个坏亲戚 这个亲戚不会帮你 只会修理你 都会跟你讲说 小弟 你去跟老美在一起 我告诉我都打扁你 这种亲戚有用吗 这种亲戚 还不如去跟全世界交朋友 我找了很多的好朋友 亲戚不是没有翻脸的时候 亲戚有翻脸的时候 亲戚也常翻脸 亲戚也有翻脸的时候 因为你这是个恶亲戚 你这是个坏亲戚 你不但不照顾我们 你还要羞辱我们 还要处处的砍住我们 美国当年会设了 这么多自我设限 是为了谁 他自己无聊吗 自费武功吗 他自己都说了 他安抚中国 他又不是练葵花宝典 他不是嘛 他本身就是怕中国生气 因为他要从中国 那时候他想法 中国土地大 还有这个经济都未开发 而且又可以围堵苏联 多好啊 一举素德 只要牺牲个小小的台湾 我整个大陆变成一个网 可以挡住苏联 现在情势变了 现在那个要防堵的是谁 是中国 现在要防堵的是中国 不再是苏联 所以你中国已经从变成 可以协助美国防堵苏联 变成美国要防堵的一个对象 那这个时候 台湾重要啊 我觉得台湾之所以要以小博大 我常讲 为什么我们比较没有钱的人 会去买这些奖券 那个亿万富翁 那个大富翁 不会去买奖券 他中了奖 还不如他的财产 那这些小市民 我花个几百块钱买奖券 万一中了奖 我就博得大财 那现在台湾也是一样啊 我要抓住这个契机 就是因为今天中国这么蛮横 中国对全世界用战狼的方式 要去征服全世界 让全世界去征服于他 所以台湾才有他的价值在 那这个时候你说台湾 这段时间克拉福特来台湾 我们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风险 当然有风险 未来如果说真的 庞佩奥来 我们有没有风险 也有风险 可是我们可以说 你不要来 拜托你不要来 剩十天而已来干嘛 我们能做这种事吗 我们能做这种事情吗 不可能嘛 那有没有风险 有风险 有胆量的人 从风险里面求得利益 有胆量从风险里面 找到机会 没胆量的人 就求取敌人对你的仁慈 就求取对外对你的仁慈 那对帮如果不仁慈呢 他如果抓狂了 你就坐在地上哭吗 所以我说这很多事情 不管是富贵要显中求 国防也要显中求 国际情势更要显中求 抓住了机会 能创造你未来的 最好的态势 这个台湾其实被国际孤立 这个四十多年 从台美断交之后 其实台湾真的是非常可怜 就是说是亚细亚的孤儿 但现在美国已经取消 这样一个交往限制 等于说是国跟国之间 有人说是几乎是 只差没有这个建交了 所以杰明哥怎么看 我们台湾真的是要 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势 特别是国内的在业党 真的要转变心态 因为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 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认为说 是不是拜登会有任何改变 不要忘记了 这次在美国大选前 美国民主党召开了他们的党务会议 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要把一中政策 从他们党纲拿出来 这拿掉 就是拿掉这个一中政策的党纲了 所以表示民主党的态度 已经明显的看出来 中国对于美国是有威胁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选举到最激烈的时候 大家这个国民党你还真的忘了吗 这个拜登在联合报 就是在这个世界日报里面 特别发表一看法 什么看法呢 他跟台湾的合作是继续往上 而且他还说一句话 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的一个碉堡 拜登担任总统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美跟中 跟台湾保持密切关系 然后这句话你也忘了吗 好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所谓的美台交往限制 这不是蓬佩奥突然之间 凌空突然分开了一笔 这是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 经过了最近这两年的奋斗 在美国保证法里面 就要求美国国务院 不会是蓬佩奥或者将来布林肯 在180天之内都要缴交有关 他们要求对于所谓的美台交往限制 要做改善 而且要做报告 那只是蓬佩奥提早一点嘛 布林肯要做的事情 蓬佩奥帮他们做了嘛 你觉得蓬佩奥敢违背国会的看法吗 国会上面就白纸说的 白纸黑字要对于美台交往限制 要做重新的一个讨论 重新讨论就是把它取消掉 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我一般有知识的人都知道 这是我们被绑了42年的大警哭咒 就是当时签下来的 所谓跟中国签下这个美中建交之后 对台湾下了一个限制的警哭咒 这个警哭咒最在乎的就是国务院 其实过去这42年 对台湾最紧箱的就是国务院 当国务院决定把这个警哭咒拿掉之后 这等于是开放美国未来所有官员 不排除现任总统 来台湾拜访的一个重要警哭咒 这个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怎么去指一句话 送给国民党比悲哀更悲哀 川普总统在卸任前给台湾送暖 但他自己却面临全面的追杀 这个追杀包括媒体还有政敌的部分 先就媒体部分 因为上礼拜他们的国会发生暴动 结果媒体就传出 川普一家笑看国会现场的影片 甚至还有人高兴的在那边跳舞 那就说他爽看暴动 后来发现原来是误传的名誉 怎么会有出现这么恶毒的报道 对 因为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在美国6号的时候 就有这个川普的支持者 进攻国会大厦造成5人丧命 那最近这个影片流传 是这个美国 是川普的这个大儿子 小唐纳川普拍的 那他在里面呢 当然就是有拍到 就是川普一家人跟他的幕僚 透过这个荧幕 在一个帐篷里面 透过一个荧幕 在看这个支持者的一个画面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里面还有拍到 我大家要注意到是一个女生 拍到他 然后打招呼 然后在那边跳舞 后来查证 这个是小唐纳川普 他的女朋友 在跟大家打招呼 然后并且他讲了一句话 他就是说 这个要做 要有勇气做对的事情 那fighting 这样 就帮大家打气 那里面也看到了 这个川普的幕僚 来跟这个小唐纳川普 然后在那边勾肩搭背 然后就是在喊加油 好那这个影片出来之后 看起来当然是在整个帐篷里 我们现在透过画面 看到这帐篷 感觉是很欢乐 但事实上被传出去之后 就有这个故意 故意是要影射 是说 就说这个他们一家 在故意在看这个暴动 这个支持者冲入国会大驾的时候 感觉是很欢乐 那边还开party 庆祝party 那当然这个影片 就对这个川普来讲是很伤 那必须讲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假新闻 这个影片是真的没错 但是这个拍摄的时间 是当时大家知道 就是说有一群这个支持者在 这个支持川普 翻起了一个Mega 这个百万大游行 那这个川普当于 对对于这些支持者 他有必要去致辞 去讲话 当然感谢他们来做支持的 这些动作 那所以这个影片 是川普要上台致辞前 在后台拍的这个影片 那这个川普致辞完之后 当然就就结束了 不是就是说现在传的是说 是在暴动之前 他们的群众大会 对对对 是这个支持者就会前拍的 而不是说这个已经产生暴动了 然后一家人在那边看 然后很开心在看party 那你看现在故意去流传 把这个时间点去物质 然后还在那边一直传 一直传 当然就是说对川普一家人的 这个形象 还有故意讲说 他们是很恶意的这个状况 确实是一个抹黑 那必须讲 就是说现在从这个 美国的主流媒体CNN 然后一直到这个 现在不是有传出 包括Twitter啦 YouTube啦 IG啦 脸书啦 13个这个网路平台 要封锁川普的账号 那这个一连串的动作 当然对川普来讲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有些人帮他抱不平 可是这令人觉得 我觉得蛮恶心的啦 是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 竟然在这个时间点呢 难得发了一个文章 在挺川普欸 那为什么我觉得蛮恶心的 这个环球时报他的声明是讲说 哎呦川普现在社交平台上 竟然说不了话 失去普通美国公民 一个权利 而且还违反言论自由 那美国人不是最爱讲吗 就说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 但是我誓死捍卫 你说话的权利啊 他觉得这个美国的言论自由之光 竟然蒙成了 那最后还他还讲说 反正现在川普是虎落平洋 所以这个美国的网路媒体 顺势呢 就有点这个踩低啊 就是镇压他 然后消音这是一个真实的美国情况 这是中国的环球时报 他们不觉得精神错乱吗 就是大家的评论是说 这是一个鳄鱼的眼泪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这个打压言论自由 这个最立的就是你中国的媒体嘛 那你现在 现在你中国有脸 去帮这个川普声援他的言论自由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中国环球时报去讲这篇 非常非常的恶心 那最后要讲的是说 川普其实 现在看起来还有九天就要卸任了 但是事实上这个美国现在很多的一些动作 有的要弹劾他 有的希望他提前下台 不过根据美国的一个媒体 这个叫做野兽 野兽这个 Daily Beast 他在报导是说 其实川普他目前为止 在卸任前 他还有三大计划 第一个计划呢 就是他 就是还要继续他执行 一些包括外交的政策 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个计划 那第二个呢 他也打算去宣导 上节目积极去宣导 他所做的事情 包括中东的 这个和平的部分 那第三个他还有就是说 希望他这个可以继续的 再延续他的政治生命